可爱 轻盈 少女心爆棚的漂亮颜色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这就是漂亮的彩虹大麦糖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保证自己的碗 还有打蛋龙是无水无油的 如果你要是不能保证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方法呢 我教给大家 就是你找一个厨房纸巾 然后呢在上面放一点点柠檬汁或者是白醋 我们呢把我们的鸡蛋 搅拌碗和打蛋龙擦干净 然后呢我们把蛋白和蛋黄分开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这个鸡蛋呢 我会一个一个把它分开 避免呢万一有这个变质的鸡蛋 加进去就不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干净的蛋白呢 倒在我们的搅拌碗里 装上你的打蛋龙 然后我们先用中低速把鸡蛋打成大的鱼眼泡 当我们的蛋白呢打得有大的鱼眼泡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入白糖了 我们现在呢我们把白糖加进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你分这个蛋白和蛋黄的时候 如果有一点点蛋黄进到你的蛋白里 那你就要重新再开始 一定不要把这个蛋黄加的蛋白一起来打发 它是打不发的 这个肯定是要失败的 大家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一些 我们的砂糖全部加入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把机器打开高速 然后给它足足五分钟的时间来搅拌 我的蛋白呢在这里搅拌了足足有五分钟 是高速搅拌 那么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 可以看到吗 是非常闪亮的像白色的丝绸一样 而且呢这个质地是很扎实 如果你把搅拌笼这样在里面搅拌了 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阻力 像这样的质地呢就可以了 一茶勺香草精 这个香草精是自制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做呢 可以到我往期视频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中速 把香草精搅拌均匀 这个彩虹蛋白糖呢我准备了几种颜色 已经把它在这里准备好了 那么其他呢大家还要准备一个油画笔 然后裱花袋 还有一个裱花嘴 那么首先这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裱花袋翻过来 翻过来翻出来一部分 翻出来这部分呢我们一定要整理好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裱花嘴呢放进去 直接往下挤一挤 让它卡在最底下这个位置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裱花袋 让它保持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开始来往上画颜色 这个颜色呢我准备是红色 橙色黄色绿色蓝色还有紫色 第一个颜色画完了以后呢我们把笔涮一涮在厨房纸巾上 然后尽量擦干净 然后呢我们来做第二个颜色 橙色 这时候呢大家要把袋子转一下 我们从这个裱花嘴后面这一端开始 最后一个颜色紫色 大家在这个网上画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颜色画之前要把这个刷子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呢颜色和颜色之间不要接触的 我们做好了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裱花袋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打好的蛋白呢把它放进来 把它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颜色和颜色之间不要接触 让这个蛋白糖霜呢让它自然的落下来 然后装好了以后呢装差不多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外面这部分翻上来 然后这样使劲往下抖一抖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裱花袋前面这个嘴剪掉 把我们的这个糖霜呢挤下来 可以把这个袋子转一转 让这个糖霜自然而然的下来 那么首先呢前面可能有一块是白色的呢 我们就利用这块白色的糖霜呢 来把这个我们的烤焙纸来把它粘一下 像这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白色部分把它挤出来 一直到你看到颜色就可以停止了 现在呢我们来挤我们的彩虹蛋白糖 那么挤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裱花嘴离着你的烘焙纸要有差不多 两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呢挤下去 顺着这个你的蛋白糖霜呢顺势走的时候呢 然后最后把它提上来 当然那么你越做时间久了呢 越练习多了呢 你的操作的这个效果会越好 这个彩虹蛋白糖的颜色呢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使用就行了 你可以只用红色 然后隔一块呢画一块这个画一道红色 然后表出来呢也是很漂亮的 最上面呢我们把它撒上一些这样的彩色的糖珠 这样看起来呢更可爱 然后提前呢大家要预热你的烤箱到130度 我们把蛋白糖放到烤箱里 然后呢直接把温度降到110度 然后呢定时一小时 我的彩虹蛋白糖就烤好了 110度在烤箱里烤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怎么样判断你的蛋白糖烤好了呢 在你的烘焙纸上轻易地把它拿下来 然后后面呢是这样干爽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弹一弹呢 它有这种很清脆的声音 然后你这样颠一颠它呢非常非常的轻 这样呢我们的蛋白糖就烤好了 它可以用作来装饰蛋糕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小零食 或者是你把它掰碎了 加在酸奶里搭配水果 都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一款小甜点 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姐推 Tra